欢迎来到真正心里话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海的对岸 他在文艺上面有很大的成就 特别是在散文 小说 戏剧方面 曾经有这么一句话 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个世代的中国人 他就是来自台湾的江小峰老师 江小峰老师 你好 你好 江老师 开始的时候 我先跟你拉一拉关系 我姓祖的时候大概是四十岁 四五岁左右吧 后来在大概二十岁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一个福音剧团 当时我们就演一个话剧 是到很多教会里面去演的 那个就是第五场 你这个剧里面有一个弟弟嘛 那个角色 我就是演那个 所以当时我们演了好多教会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就是你 今天能够看见你了 我就觉得好像是上帝给我一个智慧 能够跟你直接的谈话 有一些问题我就准备了 第一个我想跟你谈的就是 听说你就是在十二岁的时候信主 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信主的前后是怎么样 因为当时你其实是经历着一个很动荡的环境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不快乐的我 我小的时候过的日子虽然也很苦 可是呢不太知道什么叫忧愁不快乐 或者是烦恼或者是烦躁 那到了那个年龄呢 心里头常常有很多痛苦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小的时候家里虽然也穷 因为战争的缘故 吃的穿的呢也就马马虎虎 但是呢毕竟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可是到了我那个年龄的时候呢 倒不是我不好 也不是我的家庭不好 而是那个时局不好 那个时候呢就是 从我八岁那个时代 我就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那个初期呢 大家日子都过得很辛苦 那我家算是过得辛苦 可是还有比我更辛苦的那些亲戚 那些亲戚呢就来住在我们家里 那住在我们家里 我们家里就是用现在的眼观来看 就是那个人口跟那个面积不成比例 就因为有很多人寄居在我们家嘛 那我妈妈也觉得不能拒绝这些亲戚 因为他们也很苦 就是从大陆跑到台湾 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就住在我们家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还算是有一个房子 可是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家亲戚的小孩 然后那个关系就会很复杂 所以有什么冲突的时候 妈妈就会骂我 那因为她是主人 她觉得我应该让其他的亲戚的小孩 可是我那么小我也不懂那些事情 所以从八岁九岁十岁那个时候 我一直很不快乐 很不快乐可以说两件 一件是因为这个人际关系的复杂 第二是我也对我自己不满 我妈一直骂我说 你为什么不能让别人呢 可是我就是没那个本事去让别人 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孩 我也没有那么高的道德修养 那我心里又很愤恨 那我又气我自己不是那个好孩子 所以就心里头蛮苦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一个朋友带我去教会 那普通的教会我也去过 可是后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团队 到了台湾 他们叫青年归族 那青年归族呢 那些外国的传教者呢 他们蛮特别的 因为他们就是一些篮球队员 那他们篮球技术很好 所以他们到处都会打赢 他们在各处去都表演他们的篮球 所以是一种英雄式的人物 那直到有一个晚上 我在教堂里听到他们的舞蹈会 我就记得他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爱我需要 因为我也需要这个力量 我也需要这个爱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 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过这个团体他们很厉害 他们你成为基督徒以后 他就立刻要求你背圣经 结果我就背了108节圣经 对啊 我昨天晚上看见你说 13岁的时候你能够背108句金句 对对 很厉害啊 可能我们新主20年都背不了50句 对对 我最问一下 刚才你说你8岁的时候去到台湾 但你爸爸是军人嘛 对 有这个身份去到台湾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待遇 比较好一点的待遇有没有呢 有些军队友 比如说空军 他们会有空军小学 我没有去享受那个待遇 而且我爸爸那个时候 他虽然是军人 他虽然阶级也挺高 可是他其实那个时候 他没有到台湾 他因为战争的缘故 他过不来台湾 他已经在中共所辖制的区域 云南那个地方 因为云南是最后的一个守住的一个省 可是那天晚上 忽然之间 那个省长如汉叛变了 所以老公那边叫做起义 那我父亲就陷落在云南 所以他花一年的时间 才翻过山到那个越南 然后再辗转回到台湾 中间还经过香港 所以我有一年是没有父亲 可是我也不懂 我只知道爸爸在战场上 也没有想到那么多 现在想想才觉得很恐怖 就是在那一年终结 他每一天都可以死掉 对 所以其实你们分开之后 其实有一年之后才见面 对 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 只是我爸爸的朋友都很照顾我们 有时候会来我们家里看看我们 问我妈妈有没有什么需要 可是我那时候太小都不懂 直到那些亲戚住到我家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烦恼 怎么他们一个家几下那么多人 很恐怖 12岁的时候姓祖 13岁就能够背108句禁句 其实当时你是在台北那边的 很多文章里面能够看到 你很早就已经拿到文学方面的奖项 你第一个奖是什么时候拿的 第一个奖 我说说文学以外的 第一个奖其实说来怪不好意思的 就是我8岁的时候 已经跨年了到9岁了 我9岁的时候我们学校选我出去参加一个比赛 但是参加什么比赛我也浑浑饿就跟着老师走 老师说你今天要去一个地方 那我就跟着老师走 就走到另外一个学校 然后到另外一个学校 到了一个大的教室里头 然后就是他叫我们小孩子要把上衣脱掉 然后在那里走来走去很多小孩这样走来走去 然后穿上衣服然后就回家了 我不知道去干什么 原来那天我是去参加健康比赛 然后就得了台北市的第二名的健康宝宝这样子 你拿奖都很特别 所以我第一个奖是台北市的健康儿童奖 然后接着就是会去投稿什么 可是就是在儿童刊物上投稿了 可是到了我17岁的时候 香港有一个灯塔刊物在争小说 那我看到第一名有100块港币 各位不要笑100块港币 那个时候在1958年的时候 100块港币还蛮多钱的 100块港币可以换800块台币 那我那一年考上大学 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去考大学 到秋天的时候才进大学 那年春天写那篇文章的时候 就是我大概还不满17岁吧 那参加这个真文比赛呢 得到这个100块的港币 我觉得很兴奋 但是心里也很一方面快乐 因为有钱又有这么一个荣誉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点悲哀 那我的悲哀就是说 我这么一个小鬼 我去投稿我就得到第一名 难道天下人都死光了吗 怎么别人都不写文章还是什么 怎么会轮到我来得 我一方面高兴 一方面也有点伤心 觉得说这个文坛上 这个基督教的写作的圈子里 都没有人 我真的还是要加倍努力 不要因为我得了第一名 就以为是多好 因为说老实话 我现在回头看那篇 真的写得不太好 可是那个时候呢 居然就是得到第一名 我问你一下 当时你记不记得 当时你参加这个灯塔比赛 会不会有学生组 或者是公开组 这些分类的没有 没有 那就真是奇怪了 其实是影响的人 应该都有不少吧 都比你打下去了 我不知道是过程 所以我有时候想到香港 会有一个特别的印象 就是说这是我得到 第一篇肯定文章的地方 所以你对香港的印象 应该都是挺正面的吧 对 谢谢 谢谢 还好我当时没有参加 还没出生吧 我出生了 但是不知道 要不然我会没有信心 好了 我真的又问你了 这个水文章我都会 我也是读中文的 但是我写的很多时候就会 因为我信主都比较早了 信主让我可以很正面 去看很多事情 我都很怎么说 就是很乐观去面对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能够把所有的问题 造给父神 但是写作就需要有一种 多愁善感的一种情绪 对于人生的无赖 都多一点同情 这两种的想法 两种的人生的经历不同 会不会对你写作的时候 产生有一些困难 或者是对你来说 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呢 你能够跟我分享 对我来说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原因 因为我在圣经里 看到许多的榜样 比如说保罗 他甚至会说出这种话 他说他就算 他为了很多人 他说就算我自己咒诅 跟诅分离 我也愿意 就是说我宁愿承受这个命运 但是如果可以让别人得到真正的好处 如果那些人的生命得到改变的话 那我就觉得他当然是多么愿意跟他所信仰的那个主在一起 但是他说如果为了某些我所爱的人 我宁可我咒诅被分离都可以 我也看到摩西最后很孤独的那个影子 他离开以色列人 他知道他要死了 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 他就一个人走着到旷野里 在某一个地方倒下来死去 这些人是他所爱的 不过在某一个时候 他有一个 有他自己的一个对死亡的境界 就是说我不要在你们面前 在你们那个 为我盛大那个庆祝 那个这个追思礼拜 不是 不要 他不需要这些 他需要很孤独的一个人在旷野里 面对上帝 这些都跟我们平常说的平安喜乐的境界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一起存在的 这两种东西我认为是不矛盾也不冲突的 我们真的要考树诗 张老师的成长是在中国最动荡的时期 后来去到台湾 生活也都不见得 一定是很合意 他从来都没有自怨自艾 或者说过自己真的很辛苦 反而他很欣赏他的生活 在他的文字里面 你看到的不是complain 而是他会很多观察 观察到人生 就是很多不能够自己掌控的东西 我相信从他的文章里面 我们会见到他的收尾 见到他的信仰 见到他看事物的价值 后来14岁之后也拿了这个奖 什么时候你就搬到屏东去的 是到了屏东才有参加这个比赛 还是最后还是最前的时候 是在屏东写的 是屏东写的 你几岁去到屏东 我13到14岁之间 所以在台北只是两三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我在台北本来读书读都好好的 就是所有女孩子最高的梦想 就是去读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 就是全台湾最好的 在日本时代就有的一个学校 把她的学校的位置靠近总统府 就在总统府旁边 现在还在那边 还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穿这个绿色的制服 为什么穿绿色的制服 因为都是以前都是白衣黑裙 我们是绿衣黑裙 原因就是我们太靠近总统府 中共过来轰炸的话 一定会轰炸总统府 那我们一定很危险 那我们一定要穿着绿色的上衣 假装我们是一棵树 然后我们就逃跑 那个飞机上看不清楚 这个很奇怪的 那个时代的思维 然后我就说 我父亲消失了一年 然后他回到我们身边 这个三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的路程 他走了一年 因为要翻山越岭 经过很多辛苦 有的时候碰到河流 还要在河里头游泳什么 所以我到现在 对台北那边都还很有情感 因为他是翻山翻到越南 然后游过来的 那我那个时候父亲回到台湾 一方面家人见面很快乐 可是另外他也很苦恼 也很愁闷 因为所有的位置都 早来的人都已经各有他们的位置 我父亲没有位置坐 那就随便给了他发表一个小小的职务 这样 那他也很不得知 然后心里也很懊恼 可是这个时候忽然在南部有一位孙力人将军 他因为翻资料 看到父亲的资料 他就觉得这个人是很不错的 他就叫我父亲到南部去 作为一个军事学校的第二高阶的主管 那我父亲去了 所以我们全家就必须从台北搬到屏东 那我父亲上班的地点是在凤山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必须放弃 我那个自以为荣的那个学校 然后就去读屏东女中 那屏东女中是那个时候出了名的 就是考大学的比例不高的 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坏学校 但是他考大学的比例非常低 以我那年来说就是两个人考去 那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样子 所以我们那个学校不太注重 督促学生学业 要让你考高分 不太注重这个 比较注重生活 所以我去到那个学校 也学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要种菜 种菜 我们为什么要种菜 一个人差不多有两 就是两平方公尺 分到两平方公尺 你应该是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情 从来没有 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学校种菜 然后就要把它爬好 就要除好 土除松 然后把什么东西种下去 记得好像是种那个 那个姜豆吧 还是什么 酱豆是什么 那个长豆 然后还要施肥 施肥要自己去厕所挑那个 大小便 用桶子挑那个东西 自己给自己种 每一个同学都要种一块 觉得太恐怖了 怎么有这种日子 可是我毕竟也从那里学会了很多 然后知道农民是怎么生活的 然后我们的学校里甚至有从山上下来的 那个山 我们叫它山地同胞 就叫山包 现在是叫他们原住民 那时候是叫山包 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山包 所以好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长环境 让我认识另外一部分的台湾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我都觉得说 当时我很愤恨 就说爸爸为什么调差到这里 害我要到这个地方 可是后来我真的也很爱上屏东 一个很爽朗的城市 阳光非常好 有时候夏天会忽然下一阵大雨 然后阳光又忽然跑出来了 非常爽快的一个城市 后来过了很多年 我们住的宿舍 因为是日本时代的房子 所以后来就政府打算把它拆了 那时候我心里很难过 我就跟上帝祷告说 这房子也不是我的 它拆不拆跟我无关 这是我爸爸的宿舍 我也没有继承权 可是我希望我看到我小时候的 那个梦 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还存在 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不好意思的祷告 上帝听不听我也不敢说 可是后来这一区就变成全省 唯一保留的一个很完整保留的卷区 几百户人家都是有大的院子 有高大的树 因为我们住进去的时候 那个树可能很小 可是现在都非常的高大 他也经过整修 我住的那个地方叫做永胜五号 那个永胜五号就属于一条路 叫做胜利路永胜巷 那说起来也很讽刺 因为那个国共战争一直失败一直失败 所以才会退到台湾 所以最需要的就是胜利 其实在现实中是正是正是因为有失败 所以就那么向往胜利 所以有一条路就叫胜利路 所以胜利路上有永胜像 什么得胜像 必胜像 所有的像都是什么什么胜 可是其实后来没有战争就没有失败跟胜利 那相反的 我觉得在那个村子里头生活 我们也得到一种胜利 就是生活上的胜利 我们在那里成长 我们在那里受教育 而且眷村里头又有很多美食 个人把自己家乡的美食都带来了 所以在那个地方的生活 是一个生活上的胜利 但是在屏东战战讲大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是来自中国 会不会有一天 我会整所有家人一起搬回中国大陆 有没有这个想法 那你长大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是有的 因为我挂念我在南京的那个 我们家的房子 那个是新盖的一个两层楼 我跟我妹妹在楼上有一个房间 在那个房间里有一个柜子 柜子里头有我所收集的洋娃娃 那属于我的洋娃娃 都让她们一拍拍睡在那里 那时候觉得不久就回来 这个等于是我的小孩 那这些洋娃娃都在那里 我一直很想念她们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收藏品 就是我每天 那个时候每天早上离开家 早上到外头去采集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蝉的壳 蝉是从一个壳里头爬出来 然后爬到树上去唱歌 但是它有一个身体在那个树枝上流下来 那我就大概收了有一百个了 那我就把它们一个一个都放在我的柜子里 放好 那心里想说我有一天要回来看我的洋娃娃 还有我收集的蝉壳 但是呢跟战争跟什么这个 跟国土跟政权没有关联 就是我怀念的 就是我的收藏品 就是我心爱的那个很神奇的蝉 怎么会从一个壳里头爬出来 然后到树上去 它的壳留在那 那么完整的一个壳 还有那每个洋娃娃跟它们也都有情感 可是当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 它都会因为某种缘故而消失 那我童年消失的就是我卧房里头的这两样东西 其实你生长在可能是近白年 中国最动荡的时候 但是我听你说就是好像你的童年 就是一个很平安的地方 没有愁没有慢这样子 但是去到台湾就有一点点感觉了 对 其实我想任何一个孩子 只要他是有正常的父母的 都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就算是在战争期间 因为有父母的庇护 而且他们有连告诉我们都不告诉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一个打仗的时代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是在大人的这个庇护之下 很安全地成长的 那我记得我父亲还是把一张纸 切成大概五公分的 那个肩方的一个方块 在上头写上字 叫我去认识那些字 那他后来从云南逃回来的时候 他比较清闲的时候 他也教我代数什么 教我数学 就是他尽量地充实我的知识 尽量不让大人的世界来干扰我 这些很多事情都是我长大了以后 再去问他们 或者是去问叔叔伯伯 或者是去看那些书才了解的 比如说我到屏东的时候 我隔壁住着一个刘家 我妈妈心里就不太喜欢那个刘家 不是他们不好 而是他们从事一个行业 那个行业有什么不好呢 原来他们的 就是为了生活 他们打那个煤球来卖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那种煤球 它大概有 它是圆形的 有很多洞洞 它的高大概是23公分吧 它的直径大概是20公分 这个煤球就要一个接一个 就是说上一个煤球用完的时候 就把下一个煤球再接上去 把它变成可以烧的 要很技巧地接 他们家就卖这个煤球 那在卖之前大家先把煤跟泥土打在一起 变成一个圆柱形的这样的一个煤球 那我妈妈讨厌什么呢 我妈妈说 它卖煤球 万一哪一天失火 我们家怎么办呢 我们这么多小孩 还有木造的房子 都跑也跑不及 我妈妈怕的是这个 那我也觉得 他们为什么要卖煤球呢 可是他们也没有别的生计 他们就是要卖煤球 可是他也是一个高级将领 他也是一个少将 他为什么去卖煤球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他比较没落 可是这个刘家的刘伯伯呢 我都偷偷叫他煤球伯伯 煤球伯伯呢 他其实是在云南 在那个山林里头 打那个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 叫人安枪之战的 那个刘放武将军啊 后来他晚年去美国 依靠他的儿女的时候 那个英国的那个谁啊 那个女首相还去看他 大人佐尔 财西尔夫人还去看他 向他致敬说 你救了我们七千英军啊 可是那时候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晓得这些故事啊 到后来才知道 就是说原来我们那条巷子里 住的贝贝都各自有 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啊 可是我因为小 很自我中心 就一直在我文学的世界里头 到我长大的时候才想说 曾经我还可以 那么多了不起的人 住在同一条巷子里 了不起 我看见了你 只要我在网络里面打 张晓峰作品 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出来 其实你 我可以这样子说 你是一个多产的作家 但是多产的作家在里面 你有没有把一个基督教文学 分这个类在里面呢 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分类呢 我也许有 就是说我的作品里头 有某些篇 它是比较有多一点的 基督教的思想的 但是应该说 有两个东西在我的作品里头 我觉得是不言自明的 就是一个是我作为一个 中国文化的一个继承人 不是我是唯一的继承人 大家都是 但是我很觉得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人 也是中国文字的继承人 另外一个我觉得 我也是去全 用一个中国人去诠释 基督教的一个努力的人 那能做到什么地步 我不知道 那这个就很自然地在我的成分里头 就好像我吃饭的时候 我不会强调 我吃的都是中国食物 我觉得我吃的就是食物 可是我的做法上 可能都是用中国人做法 我觉得是不自觉的一个 一种就变成很自然的一个秉性 我一个再拿过来 我一定会用中国人的方法处理 在他来我们机构拍摄的前一天 他就是在基督教出版协会 那里有一个讲座 在讲座上面 有很多人提出一些问题 去请教张老师 张老师的答案 我怀疑有部分人是听不明白的 因为张老师的答案 其实就好像在画一幅画那样 在一个画布上面 首先起了底色 一层一层的颜料地涂上去 你还要最后要远距离去看 你才能看到这幅画是怎么样 我们很感动 因为他的每一个答案 都是盛在了他很丰富的人生阅历 昨天有一位在讲座里面 有一个朋友他提过一个问题 他说你写作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当时你的答案 恐怕有一部分人是听不明白的 如果我现在再问你一次 看看你怎么答 就是你写作有这么多的作品 这么多的灵感 能够写那么多东西 是不是有一些东西 推动你可以继续写下去 是什么推动你的呢 灵感是在哪里来 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mission 就是我认为 如果你继承了一个 一个好的一个理念 不管这个好的理念 是来自中国文化 还是基督教文化 那你一定会想分享出去 那我觉得我就是要做这个工作的人 那可是呢 不是你有这个想法就可以做得到 那你就要好好的努力 多多的吸收 也随时做笔记 也随时想到 我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事实上呢 如果照古时候来说 我可能没有办法活到这么久 我就在说 我去年出一本书叫82华年 那我说82岁该怎么活 这个问题孔子碰不到 因为他60多岁就死了 那苏东坡呢 不知道我说错 苏东坡62岁就死了 那孔子是到了70了 可是他们就是 他们的年龄平均 就是比我们现在要少很多 那现在中国人三个最大的长寿的城市 一个是台北市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上海 就是比较发达 医药比较发达的城市 特别是女性寿命很高 那这个多出来的时间 我觉得是我年轻的时候 不会想说 怎么活到80几岁 我那时候也觉得说 这个80几岁好像是一个 很古怪的年龄 怎么可以活到80多岁 那但是现在渐渐的医药进步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 那其实呢 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做的是其中 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我能拿起一张纸 一支笔 在一个位置上坐下来就行 不一定是桌子 就是我经常是在椅子上 然后一支这样写挺难写的 要我下头就垫两个水果喝 垫高一点 然后就这样就写了 那我觉得能够写中国字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因为你写每一个字的时候 它的那个字的结构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都会很感动 因为 比如说 那个光明的明 比如说 那个木设的木 那个天黑了 那个就是太阳在那个草原里头 你如果慢慢写的时候 每个字都会很有感动力的 所以我觉得我在从事一个 很好的晚年的头脑方面的运动 那如果我还有这个心情想写 如果还有人想读 那我觉得我就应该继续写下去 所以你说我作品多 其实不是我平均写的多 而是今年累月的 慢慢地加起来就变多了 上一年 你就写了那个八二华年 其实你就没有停下来 所以现在还是在写是吗 对 在未来的时间 还可以看到你新的出品 应该 现在的人的年龄一般是过白的了 所以你还有很多时间去慢慢写 不知道 如果只能活到明天 我也还是会再写的 在广州里面 他讲了一个关于台湾老兵的故事 听到的人都深受感动 当然包括我 所以今天我都会邀请他 跟大家再分享一次 从昨天听你的讲座 我都很感受到 其实你是一个很感性很感性的人 观察一些人的生活 你会对自己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昨天你说过一句 一个老兵的故事 屏东老兵的故事 我想都希望你能够在这里 在我们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让其他人都能够听一下 好吧 其实那个老兵呢 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那我在什么地方碰到他呢 在北京 在北京为什么会碰到他呢 因为有一个朋友听说 我去北京 他就很好心 他说我给你一个地址 你开会有空的时候 就去那个地址看看 那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医生 很多人很信任他 是一个女的 那我说好 如果我有空我就去看看 那我也没有生什么病 就不需要看医生 但是我只是想去看那个现象 这个事情我常做 就是说去做 别人认为很无聊的事 没有病 人家生病人家看病 你去旁边看人家 医生怎么为人看病 那但是呢 那天因为活动比较晚一点 我就起早一点 就跑到那里去看 那个医生也还没有开业 就有很多人排在他的门口 等着看病 然后他们都拎着一个暖水瓶 在那里排队 而且他们都是从台湾 大概生了某些病 西医看不好 他们就回来找中医看 那反正医生也还没有开门 他们也没事干 我就抓到他们中间一个人 说你来干什么 他说我来看病 那我说你有什么病 他说这个肺力长东西 就是肺癌了 那么我就问他说 这个医生有用吗 他说也不知道 人家介绍 人家说很好 而且那个医生没收费 但是他们都会包钱给他就是了 那我说 你在台湾你住在哪里 他说他住屏东 我一听就吓一跳 跟我是同一个城市 我说那你住什么路 他说住靠机场那边 我一听又吓一跳 因为机场就是我住的那条胜利路 我是胜利路的一条巷子 那它是更靠近机场一点 那当然以土地价值来说 当然我们那个地方比较更有价值一点 往机场就是比较边远的地方 那你大概就知道他的阶级 跟他的生活了 我就问他说 你一个人来看病吗 他说对啊 我说你小孩没陪你来 他就说 他们在美国读书 哪里有空 我有事我都不告诉他们 我都自己来 然后听了就很佩服说 他有病都不告诉他孩子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 跑到这里来看病 然后就问他是哪里人 其实呢 我不问也知道他是哪里人 因为他的口音就露出 他是哪里人来 他的口音跟我父亲是一样的 就是江苏的徐州 那我们就在那个很简单的对话里 就结束了 因为我接下去还要开会 我就赶回去会唱了 那可是呢 这件事情呢 过了几年 有一天我带我父亲回徐州看看他的老家的乡亲 然后看完了就把他带回来 带我父亲去回故乡呢 是很辛苦的 他一个人去 我们有三个人陪他 一个就是他的照顾他的护士 一个就是我妈妈 一个就是我 那我妈妈呢 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可是呢 我要去给他打点一些事情 那个护士要推着他 所以呢 他一个人是我们三个人陪着他才能去的 好 又看完了 就回了 就到南京的机场 要坐飞机回台湾 在那个机场的后机室里呢 我又碰到那个老兵了 我就说 哎呀 你又碰到你了 因为他的样子很特殊 我会记得他 我就说 你的病好一点没有 他就用那个话 我可以学一学 他说 看那个病 都没用 都是假的 骗签的 就是他的病 如一般所医疗的 并没有神医 可以医他的那个病 那当然我也很遗憾 就也没有多说 因为在机场嘛 就合自去搭飞机 但是完了 我就跟那个 我身旁的那个护士 那个我爸爸的护士讲 我说 我说哎呀 这个老兵啊 他很了不起 他生了病啊 自己去 自己打点 连他 儿子都不惊动 那个护士呢 他刚好跟这个老兵 是邻居 他就说 他有什么儿子啊 他连婚也没结 他哪里会有儿子 你听他瞎说 哎呀 我忽然发觉 他原来是在骗我 可是 可是他干嘛要骗我呢 一个陌生人 他干嘛要骗我呢 我实在 一时也想不清楚 我就觉得 这个人也 太奇怪了 干嘛 莫名其妙 我只是好心问他一下 他就来骗我 然后 也不能去找他 骂他说 你干嘛骗我 这件事情就暂时结束了 但是我常常回屏洞 看我父亲 也就会看到 那个看过我父亲 病的那个护士 后来 我有一次又问他说 你邻居那个老兵 现在怎么样了 他说 哦 死了死了 都死了 都发臭了 都 才 邻居才知道 我听了就很难过 虽然我也不知道 他的名字 可是他孤单的 一个人住在屏洞的 一个小房子里 没有邻居 也没有朋友 然后死的时候 也没有人知道 知道发臭 才发现 那 可是这故事 一直在我心里头 那刚好呢 那个时候 我的 女儿从 NYU 拿到博士 我就去纽约 还有我们全家都去纽约 在一个大的公园里 他们举行那个毕业典礼 那 当然那时候很快乐的一天 因为儿子已经拿到博士 女儿也拿到博士了 他们都有比较可靠的前途了 那我跟我丈夫 坐在那个公园的椅子上 就是学生家长席上 那个时候很奇怪 忽然地就想起那个老兵来 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有儿女 儿女去美国读书了 也许拿到硕士 也许拿到博士学位 不知道 可是那个父母是多么高兴 他想做这样的一个父母 可是他根本没有婚姻 那个都是他乱说的 我起先有点生气 是因为我觉得 他莫名其妙干嘛骗我 但是那一刹那我才知道说 我此刻所享受的这些事情 就是他的梦想 他跟我讲的不是谎言 是梦想 他没有权利梦想吗 他有这个权利 所以我说 有一天我要把他的故事写出来 不是我的想通 可是别人的想通 其实是我的想通 昨天晚上听到的时候 我今天早上就去 电子书里面去买了这本书 星星都到齐了 今天早上我在健身学 开会的时候 我在看这个 你欠我一个故事 这一片就是这个老病的故事 我站在路旁 我都哭了 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 就是谁都可以梦想的 谁都可以梦想的 很感动 这次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张晓峰老师 来到接受我们真正心底话的访问 我们看到他很松荣 很优雅的举止 但是其实他这次来香港都是很不容易 因为他的丈夫林志平教授 也就是宇宙光前总干事 他在4月27号安息主怀 但是张老师就在家人的同意底下 在5月2号就来到香港 并且今天也都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各位刚才老师他说出来的这个故事 如果从文字上来看 你会更加深刻 所以我都鼓励大家看看老师的脆评 这对我们肯定有很大很大的感受 今天很多谢张老师来到我们这里 希望你继续写作 继续给我们多一点的提醒我们 人生是怎么样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感受我们的生活 对 因为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 能够感知别人的痛苦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和义务 就是你要心于人同 事事于人同 有这个